現在就來看看這個blockley的部分 那blockley的話呢是我們剛剛提過的 就是比較免注冊 但是它也提供我們一般常用的 那你怎麼去判斷 目前來講這三大平台它上面這裡沒有特別顯示 所以您從右上角這裡判斷一下 有沒有發現這裡沒有房子 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剛剛模擬器不是有房子嗎 所以如果沒有房子的地方就對了 好那這是第一個 再來我們看一下 剛剛呢我們在這邊模擬器也沒有這個 因為一開始要大家寫層次 有些人就沒有概念嘛對不對 知道這個向下箭頭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載入它的預設範例 所以如果你都不知道沒關係 你看這裡 我有寫一篇部落格文章特別介紹這個 因為我的標題就是 如果你連測試的積木都懶得用的 就轉這裡找 但是有兩種方法 你看我滑過來之後一個是按這裡 A是按這裡 B是按這裡 兩個有點不一樣喔 有一點不一樣喔 你如果按的是A 假設我現在旁邊已經有一些積木了 你按的是A會把你這個積木取代掉 表示說以載入的為主吧 那就不要了 按的是B 我範例加在你的現有層次裡面 這樣你了解意思喔 按A跟B不一樣喔 要留意一下喔 好 那你先從這邊 偷懶的 你就從這邊 LED嗎 對不對 他會問你 今天假的 上面這裡有寫 他會問你說 你真的確定嗎 因為他這裡會怎麼樣 複寫工作區內喔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確定了 你就把它按OK 有沒有這樣層次就進來了 這樣有提供懶人包了嗎 有喔 反正現在大家都很懶啊 所以就什麼 就要懶人包懶人包 至少這樣也蠻方便的 好 因為有些時候你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都測不出來 那你就拿他那個 測試過的OK的 拿進來測一下就好了 好 再來 正式積木裡面 我們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個閃電 對不對 閃電 好 那這個閃電 是為了要方便我們檢查一下 你們家的那個設備有沒有在線上 平常如果你的設備不在線上是紅色的 表示他現在是離線狀態 那你就控制不到他 剛剛還記不記得我們那個 你打開SMART之後不是有一張紙嗎 要用上面那個還是下面這個 下面那個device ID喔 device ID 所以你看以我來講 我在這邊 我的是那個 這一個 好 你看 我的有在線上的時候 有沒有注意到 我打完了 馬上就變綠色的 對不對 就表示我的設備已經在線上 我可以控制他 您可以打看看您的 您只好插電 各位老師順便跟您提醒一下 您現在把這個USB的這個線 這裡 這一個 您現在手上不是有這個USB的線嗎 對不對 它來幹嘛的 插在電腦上是不得已的耶 因為你現在上面走那邊有電啊 如果您有行動電源 你就插在行動電源就好了 你就可以帶著走了嘛 我們只是借用電腦的那個USB的電而已 OK齁 所以不要以為他一定要接到電腦 沒有關係齁 反正他走Wi-Fi 所以這個稍微留意一下 那你確定好 有了 我們現在呢 就可以把這個東西拿進來 那我們真正要控制他的時候呢 你在這裡 連線到哪裡 這裡 就要打入您的那個ID 但是我建議你不要再打一次 為什麼 有時候就是不小心有人會打錯 因為有分大小血 所以您就從右上角那邊用call的比較快 你就多多兩下 多多有沒有 兩下就選起來了 我們右上角這邊你多多 多多就選起來了 Ctrl加C 是不是就複製好了 移過來這邊 點到裡面Ctrl加V 這樣是比較保險一點 至少我可以確定都一樣的吧 因為有些時候真的不小心就是手打 就不小心比如說多一個空格啦 或者大小血弄錯 有時候這樣就多一個失敗的原因齁 好 再來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板子 您要注意一下 我們現在這板子並不是馬克一號喔 有沒有 因為他有很多 好幾塊不同板子嘛 所以你要選對齁 我們現在是Smart 那也確實我透過Wi-Fi的方式連出去 好連出去 這樣就好了 但是好了之後呢 我們還要再確認一件事情 腳位對不對 他給我們放你腳位是不是死 但是 不好意思齁 Smart上面沒有腳位死 哈哈哈哈 你查看看哪裡有腳位死跟我講一下來 你有沒有發現你的腳位是幾 有沒有 這裡面有沒有石的 這裡沒有喔 這裡有石的嗎 沒有 那您先找一顆LED燈好不好 您這個上面 不是有好幾顆LED燈嗎 挑一個你自己喜歡的顏色 好 然後你順便看一下 請問你的這個LED燈有沒有長短角 有 有沒有明顯的長短角 有齁 千萬不要弄錯了好嗎 哈哈哈 來 那我現在我把這個視窗放大一點 這邊好 好我把它拿過來了齁 因為呢我們有一個是不是要接地 所以我找另外一邊 找另外一邊 我是不是有一個接地 有齁 那我另外一個呢 我接到02 好不好 那這個呢 LED燈長短角齁 這個 你可以稍微把它這樣 搬開一點點沒關係 但是不要心狠手辣齁 轉90度就不太好 哈哈哈 就再搬開一點沒關係 好 那我的短角是接地喔 所以你看喔 我現在短角是加GND 對不對 長角我放到02 這樣有沒有比較有臨場感 食物投影機有臨場感齁 好 那你放進去稍微把它往前壓一點點 要壓到底啦齁 各位女老師有結過婚的人應該都知道 戴戒指的時候 哈哈哈哈哈哈 戴戒指的時候 戴上去一定要壓到最下面嘛 不然這樣就 這樣插進去OK 不過其實以後我們建議各位 現在LED燈比較沒什麼關係啊 但是以後你要接設備的時候 比較建議各位 最好是電源先拔掉 因為這樣比較安全 有些設備 你這樣插著電的時候 萬一插錯了 馬上就有味道 所以我們這個小的沒有關係 好這樣設備是不是好了 現在呢我們就真的還是看到 我是接到02 所以我的這個角位我就選到02 這樣OK嗎 好的齁 現在呢我們這個有了 我們就可以真的play看看 但是呢你的互動方式 我們剛剛載入積目的時候 他已經有選好了 有沒有現在是點擊燈泡 所以我就play看看 play一下 這裡 你看我按一下 欸沒有喔 有沒有 所以你可能要停一下 因為我剛剛才把設備裝上去的 如果你剛剛有先執行的話 要稍微留意一下 先確認一下 這樣子 欸沒有喔 那你就要檢查看看了 看看是哪個地方有問題 比如說欸是 是不是你的腳位有錯 還是接的那個有問題 我們就再確認一下 我剛剛真的是硬體這邊沒有 就是那個線沒有弄好 所以我們剛剛有用過模擬器 你應該知道說正確的情況是怎麼樣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在這邊點一下 又來了喔 手動撥一下 這樣有感覺了吧 對不對 OK 那就先讓老師先試看看這個 等一下我們就再換別的 原件一起來玩玩看